本案既经杨丽环委员及本席两项提出修正方案 感谢大院得以支持让这项修法可以完成 罕见疾病防治及药物法第六条以及第33条的修正通过 将让台湾罕见疾病的防治更往前迈进一步 一方面强化了政府投入罕见疾病防治的积极性 也稳定与扩展了罕见疾病防治的基本的裁员 罕见疾病防治及药物法是民国八十九年正式立法施行 到今年刚好是第十年 十年来每一年三千万元的经费从来没有增加过 而这三千万元的经费光是用来提供罕见疾病患者特殊营养品就两千多万元 换句话说对于罕见疾病的防治经费何在几乎百分之百付诸缺如 这一次的修法为了促使政府能够直接而积极的投入罕见疾病的防治与研究 所以修正了第六条 第六条的条文规定由中央主管机关应该直接投入办理罕见疾病的防治与研究 第三十三条要求政府每一年要编列预算用于罕见疾病的防治与研究 以及确定了烟品健康捐应该得以列入补助作为罕见疾病防治的裁员之一 由于罕见疾病的患者个案往往非常的少 对于民间的药物企业来讲 他们没有诱因因为没有利润 所以罕见疾病的研究药物的研发几乎成为孤儿用药 今天的修法让台湾变成一个不会让罕见疾病患者成为孤儿 让罕见疾病的用药不再变成孤儿用药 由政府应该要积极的投入防治与研究 这项修法也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这项修法也进行前面的划时代的划息 小请按订阅